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生长在麻豆的老虫文旦 是许多民众秋节喝礼的首选 市议员高嘉瑜以及何志伟 特别推荐来自后币区旗帜中心 推出的麻豆老虫文旦庇护商品 本周六日也将会举办爱心意卖会 希望用实际行动响应工艺 也能够享受到麻豆文旦的好滋味 来自台南后币区联心园的喜憨儿们 带着麻豆在地名产老虫文旦 并且特别开拔到北市举办爱心意卖活动 原来是旗帜中心与在地农民的合作下 让学员亲自到农场采收文旦 成为庇护商品 市议员高嘉瑜以及何志伟 还有副市长陈雄文 也代表台北市议会以及市府出席商品 并且在文旦课上天生好又四个字 象征共同为台湾祈福 他是40年台南老张文旦 可以帮助农民 又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联心园的这些孩子们 那我觉得做爱心又可以帮助农民 是非常好的活动 但在中秋佳节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来采购我们这个天生好幼的柚子 40年老张文旦多汁香甜又可口 吃了一口柚子觉得哇好清香好甜 果然是40年累积下来的好柚子 那么联心园这一次办这一场活动 是跟本土的农产品一起合作 那除了吃到好吃的柚子 过中秋还可以把台湾的爱心一点一点累积出来 发挥到最大最大最大的功效 因为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有限 可是当他汇聚之后 这个力量是非常可观的 为让台北市民也能享受到麻豆文旦的鲜甜滋味 主办单位特别在22号23号两天 在华山艺文中心举行爱心艺麦活动 一盒三公斤装约7到8颗 价格700元 也期待社会善心人士共襄盛举 让文旦艺麦成功 中夹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